哈喽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收盘啊,那么我们看大盘呢,今天是跳空低开啊,随后的话呢,这个把前两天的低点打穿之后啊,这个一直是在震荡上行 昨天的话呢,我们在这个直播节目当中的话呢,说过啊,大家呢要关注谁呢,关注苹果啊,苹果呢,呃,这个咱们当时说的是有再向下踹一脚的技术需求啊 然后同时也有反弹需求,那么我们看到苹果呢,今天啊,早盘开盘之后啊,便向下踹了一脚,没有创没有踹出新低,做了一个小双底之后,震荡上行啊,然后一直到尾盘 啊,到目前来看的话呢,他把昨天今天的整个的这个交易密集区啊,做了一个向上的一个小的突破动作啊,虽然这个突破的话呢,给我期望值并不是那么高啊,并不是那么高 但是呢,至少啊,尝试了一个做上,向上做突破的那么一个动作 并且呢,也带动了大盘的,呃,这个反弹的一个情绪啊 那短线呢,苹果的话呢,在五分钟级别啊,有起稳计向 三十分钟级别的话呢,有把二十一轴级均线啊,向上做突破的这么一个状态啊 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呢,苹果应该是进入到了一个反弹期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说大盘基本上也应该能够进入反弹 至于这个反弹能够走多远,能够走多长时间啊 我们要看啊,类似于苹果特斯拉这类的人气股指标股的这种啊 他们的走势的力度啊,和维系的时间 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吧 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我还是依然判断大盘在这个位上呢 呃,这个会有一个反弹的动作啊,会有一个反弹动作 那么这个反弹动作的话呢,咱们后续的看啊 最近这三个交易日的话呢,可以说这个下跌的幅度啊,已经收窄了啊 这个震荡,呃,这个区间都比较接近 所以后续的话呢,看看4500点啊,标的物是SPX啊 在4500点上方,呃,4510点左右吧 啊,在这个位上的话呢,能不能做试探并且站稳 把30分钟级别呢,这个均线系统啊,做这么一个修复动作啊 如果有这个修复动作呢,那后续的反弹可能会向纵深发展 再次尝试前面的高点啊,再次尝试前面的高点啊 但是这个位置的话呢,即便尝试前面的高点 4600点啊,或者说股指期货的4630点附近啊 这个高点的话呢,我个人感觉这个位置也面临着中期调整不远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嗯,反弹放空可能是我现在正在准备啊 做的一个工作啊,呃,那么这个啊,比特币啊 现在的话呢,在上攻3万美元整出关口 从目前啊,总体4小时级别来看的话呢,呃,最近一段时间 它的运行区间一直保持在29,000和3万美元之间啊 所以呢,后续如果这个位置能够回踩啊,这个呃,4小时级别的21周期均线 可以进入到一个炒作型的一个做多动作啊,做多动作啊 呃,前一段时间我一直不看好比特币啊,等等等等 但是我们先尊重啊,技术走势 那从中期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位置能不能掀起一个比较大的 呃,行情啊,然后上涨,嗯,怎么说呢啊,反正我对加密货币一直抱有主观成见啊,所以你愿意参与的话呢,呃,个人感觉啊,然后拿这个 呃,本周或者说最近两周上周的低点吧,啊,其实最低点大概也就是28,500,作为资金保护 啊,看看这个小的上升三角星收敛形态,能不能够做一个向上突破啊,如果向上突破的话呢,那么原有的啊,我们给的一些技术压力啊,比如说三万三千美元,三万五千美元,还依然有效啊,这是关于比特币 呃,黄金的话呢,今天还是向下调整了10美元,那么GLD本身来讲的话,四小时级别还依然保持一个向下调整的姿态,所以呢,我们继续在这号秀手旁观观观察啊 啊,趋势的话呢,对多头不利,呃,原油的话呢,今天啊,这个,呃,盘中出现了上下的震荡,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还是继续啊,以相对的高点报收,那么从总体的运行格局上来看的话呢,这个位置在四小时级别依然是一个多头的趋势,但是呢,从位置上来讲的话呢,已经不是一个特别好的,呃,多头的借助点 啊,除非你是这个超小级别的一个炒作了啊 呃,天生气,今天的话呢,再次上涨了七分钱,目前来讲的话呢,最高啊,已经处接近了啊,差了一点点啊,接近了这个两块八毛钱 呃,短线上来看的话呢,呃,内部结构啊,内部结构的话呢,有上涨乏力的那么个迹象啊,大概的级别是30分钟级别 啊,如果说从操作的角度来讲的话呢,在两块八上方应该有一个相应的压力啊,短线做多的话呢,应该做一个 嗯,减仓的这么一个动作吧啊,那后续的话呢,就要关注啊,整个这个运行格局能不能够最终的向上突破 但是即便向上的话呢,呃,对于天生气来讲啊,在两块九三块啊,这些位置的话呢,都具备呃,这个标志性的意义吧,啊,标志性的意义啊,所以就从操作上来讲的话呢 应该以30分钟趋势作为一个主要的参考啊,天然气啊,做多的一个方向啊 呃,关注类的产品的话呢,AI啊,今天是破位啊,然后有所反抽,但是呢,就现在的破位形态上来看的话呢,是不太好看啊 所以呢,我们还是跟旁边先看着吧啊,这种啊,所谓的概念型的产品啊,SWN的话呢,今天呃,天然气啊,这个继续向上走啊 然后SWN的话呢,今天是跌了一分钱,呃,表现来讲的话呢,比大盘走的强一点,但是比天然气的走的又弱一点啊 这一点的话呢,在它的日线的表现上来看,昨天的话,天然气的表现就不错啊,昨天的话,它就已经没有跟随了 今天的话呢,呃,照样还是没有跟随,所以呢,从总体的位置和这个盘口的意图上来看啊 有啊,这个准备调整的这么一个意图啊,有准备调整的意图啊,所以呢,在这个位置上的话呢,我们还是继续观察啊 不调整,不开仓啊,这个没有不调整的股票啊,这一点的话呢,我们大家一定要谨记啊 然后您非得去往里追,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义和必要吧,保持一个低成本的仓位啊 那这是到目前为止的总体盘面啊,那这个昨天视频下方的话呢,5389,谢谢啊 然后呢,4730,我低成本16块6,持有优打头的股票啊 嗯,好啊,这个注意啊,大盘要反弹了啊,在今天的话应该,对吧,在二打头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做一点减仓动作啊 嗯,昨天的节目当中的话,咱们说的已经很清楚了,注意苹果啊,注意苹果啊,注意特斯拉,对吧 你要是注意关注这两只股票了,你就基本上知道今天早盘大盘的那个低点啊,呃,最起码次低点吧,啊,应该能够这个,呃,解决啊 应该能够解决啊,高位减仓的一个问题,好,呃,那成,然后呢,这个也非常感谢大家啊,然后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啊,呃,咱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